讲中文是否比较受欢迎呢 我们知道苹果iPhone 4S超夯的语音助理 Siri要讲英文 现在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对手 是山寨版的Iri Iri不但能够用中文对答 Android手机用户免费下载 已经破十万 比Siri还要多 不过Iri她没有Siri聪明 你问她天气或者是说 时间这些生活琐碎 她会说你自己上网查 我们来看看我们试完的这个内容 你是谁 你没听错用中文对语音助理Siri说话 Siri竟然听得懂 只是答案怎么怪怪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人家都叫我Iri 你认识我 Siri怎么会变成了Iri 不死心再问一次 你听过Siri吗 你想表达点什么 点击我来交来告诉我 这回自称Iri的手机语音助理 干脆直接放弃 看仔细手里拿的根本不是iPhone 4S 而是Android的手机 而这Iri其实是大陆贵州大学 9名大学生研发的山寨版Siri 台北天气好吗 回家上网查吧 和正牌的iPhone 4S语音助理Siri比一比 山寨版Iri虽然提供 让Android的用户可以免费下载 还能听得懂中文 内建的妙问妙答 立刻让下载人次破10万 只是Siri有求必应 Iri恐怕没那么行 现在几点了 设计太手机了 不管是问几点钟还是查天气 Iri都要手机主人自求多福 尽管Iri中文比Siri好 却只能跟你刷刷嘴皮 不能真的当你的行动助理啦 东森财经新闻 夜久龙无全元 综合报导